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我隐隐有种感觉 凶手意识到定餐人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于是匆匆将其杀害 双方是老同学这层关系 为心胸增添不少便利 但这只是我模糊的推测 所以没有说出来 孙冰心突然叮咕了一声 说 聪阳哥哥 你看死者的皮肤 只见死者皮肤上 有一道道细小的伤口 而且表皮发白 散发出一股巴斯消毒水的味道 我仔细检查了一下 说 凶手用开水烫过死者 然后用巴斯和钢球丝 仔细洗过 相当谨慎 这样一来 指纹什么的却没了 孙冰心咬牙说 对老同学能下得了这样的狠手 简直是个恶魔呀 和之前的死者一样 尸体也被岩酸毁容 笑掉指纹 我拿起尸体的手端向着 注意到 颧骨上有一些刚刚愈合的伤口 而且手指外侧竟然有老结 这人要么是个拳击手 要么就是经常打架 是个社会格呀 我叫孙冰心帮把手 把尸体翻转过来 摘掉死者的帽子之后 我发现后脑勺有一块凹陷 里面有些淤血 骨片呈放射状碎裂 似乎是被断气 从后面重重一击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明显外伤 一击之明 凶手的杀人手法 也比之前成熟不少 用来把尸体摆放出造型的 是一块固定在肩胛骨部位的三合板 用铁丝牢牢拴住尸体手臂上 铁丝打结的地方 用老虎钳之类的工具拧的 只是左边拧的比较仔细 右边有点马虎 好像不是同一个人做的 我拿起包裹尸体的塑料膜 看了看 注意到上面有一块油污 用鼻子闻了闻 好像是食物留下的 我推测说 凶手这一次多了一个帮手 只不过这个帮手的专业素养 有点差呀 黄晓涛问 是帮凶吗 并不是 只是帮忙处理尸体的人 死者提格健壮 经常打架 如果凶手不是从后面偷袭的话 恐怕两个人一起上 都未必是对手 这时候 唐队长跑来说 查到了 刚刚跑掉的车啊 是买汉服的柯文员的 黄晓涛打惊 是这家伙 看来那个帮手就是他了 我说 柯文员一定有什么把柄 落在凶手手中 所以才被迫帮忙 唐队长说 我们调查过柯文员的人际关系 他的朋友圈里 并没有当教师的人啊 这个人应该不是他的朋友 说完我站了起来 孙冰心问 尸体要解剖吗 我摇里摇头 熟人作案赶紧利落 没什么解剖的必要 不过 你可以看看死者身上有什么病变 也许可以通过病史来确定身份 我觉得希望有点小 毕竟这帮死者都是年轻人 不太可能有重大疾病 我们把尸体送上警车 一行人回到酒店 途中我买了一份江陵式的地图 和信号笔 黄小桃文 约要尸展捕凶术了吗 这次恐怕用不了 凶手是有目的的抛尸 但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试一试 回到酒店 我把地图在地上铺开 标出三个抛尸地点 在每个点上画圆圈 这是估算凶手的活动半径 在势力抛尸 步行是不可能的 凶手必须有辆车 三个圈的交合点 是在广陵区的东南面 黄小桃问他 看来凶手就住这一片了吗 我要头 我的推测不一定准确 前两次抛尸是节假日 凶手时间比较充裕 可能半径要更大一些 黄小桃笑道 我相信你的直觉 总之 先从这个区域开始插起吧 三天假期结束之后就去 只是已经是十一点多了 我打算回屋休息 黄小桃 娇滴滴地说 能留下来陪陪我吗 我问他 待会儿孙宾兴回来 怎么办呢 放心吧 那小灯泡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 孙宾兴去局里做解剖了 我这才意识到 眼下是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的情景 不免耳热心跳 喉咙一阵阵发干 黄小桃从床上跳下来 我先洗个澡 等我 他进了卫生间 里面传来哗啦啦的流水声 我打开电视看了一会儿 心脏扑通扑通狂跳 酒店这种环境 本身就比家里更具暗示性 我心中想着 待会儿要怎么打破僵局 我跟黄小桃都这么忙 什么等以后有空的话 根本就是伪命题 所以得抓住每一次机会 我深呼吸几下 让心情逐渐缓和下来 这时候水声停了 黄小桃裹着浴巾 从卫生间里出来 一头微微打卷的湿发 披在雪白的肩上 白里透红的皮肤上 还沾着水汽 脸颊像红苹果一样 世上没有什么 比美人出狱更美的了 黄小桃笑道 挺老实的呀 没有临阵脱逃 我是那种怂 怂人吗 我结结巴巴地回答 黄小桃爬到床上 排排旁边就说 过来啊 我犹豫了一阵子 中秋还是上了床 黄小桃将脑袋 搭在我的胸口上 依偎在我的怀中 从我手中拿过遥控器 漫不经心地换着频道 突然说了一句 心脏跳得好快呀 我这才注意到 原来他在偷听我的心跳 我不知如何做他 黄小桃杨青莲问我 为什么你在我面前 老是这么紧张呢 我想了一句漂亮话 因为从第一次 看见你到现在 你在我眼中 始终是一位 光芒耀眼的女神 小嘴真甜 她把脸凑过来 我们的嘴唇凑在一起 当碰到她那柔软 像麻雀一样的舌头时 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 产生了反应 我心里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在激烈争斗 终于 还是被荷尔蒙战胜了离职 我一翻身 将黄小桃 按倒在柔软床布置上 他的脸颊 蹭得一下轰到耳根 表情混合着期待和不安 我的心情何尝不是呢 我的双手 压在黄小桃的肩膀上 为时这个动作 大约僵持十秒钟 虽然爱情动作片也看过一些 可是身临其境 我竟然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黄小桃突然娇笑骂了一句 败痴 还是算了吧 这句话在我喉咙里转了一圈 差点要吐出来 可还是忍住了我下定决心 这一次一定要贯彻到底 我鼓起勇气 伸出手去解他的浴巾 黄小桃不安地动着腿 光滑细腻的小腿摩擦着我的大腿 但是却没有反抗 他身上特有的体香钻进我鼻子 这让我的血脉越来越喷张 胆量也越来越大 慢慢包开浴巾 露出下面如血一样的肌肤 会疼吗 黄小桃满脸通红的低声问着 要是疼的话 我就停下来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白痴 黄小桃咯咯地笑了 我的热血在全身奔涌 脸颊滚烫 一种冲动支配着我 我急不可耐地脱衣服 露出我那虽然不算强壮 但是还看得过去的小身板 黄小桃突然拿手按在我的胸口 用极低的声音说 去那套套 哦 我赶紧下床取了一盒酒店配的套套 拆开包装 拿着这个滑滑腻腻的橡胶小圆圈 活了24年的我 竟然不知道 要怎么使用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无期更新 尽快完结 所以阴间审探VIP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